我們看了《活化廳》很多之前的思考 例如Roland的《活化報》 或者是一些活動中如何跟街坊溝通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開的時候 是說社區空間去到人民空間 這兩個字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我們最想說的就是 我們想回活化廳或者南屋故事館這些空間 現在香港除了我們這兩個空間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空間類似的 其實最主要想透過這些講座 譬如今天很多灣仔故事館街坊在這裡 聽到《活化廳》他們在油麻地的運作 其實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說應該都挺有趣的 因為很多東西看上去可能很相似大家在社區做事 但是運作上面好像很多東西是可以不同的 可以是這樣發生 還有最主要我們可以去想想想 其實可以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就是這類型的空間究竟是在那個藝法局也好 在政府那個政策上面也好 究竟他們怎樣去看這類型的空間 譬如好像《活化廳》那樣拿ADC的分定 在說社區的一個藝術空間 但是究竟政府有沒有足夠的智慧 或者它有這樣的想法去運作這類型的空間 如果不是的話 為何會發聽現在運作到第四年 它會遇到現在遇到的這個問題呢 就是可能我完了這個contract就要走了 究竟這個思考在香港來說 即是這類型的社區空間 我們繼續怎樣去運作下去呢 那去到人民空間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Soul Boring那裡 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譬如我們之前一直在想 活法廳或者僱使館 我們可能拿Funding去運作的一些空間 但是去到Soul Boring 你看到它其實都聚到一班人的 聚到一班街坊在那裡 但是它用那個介入手法 它可能不是拿一個Funding去運作 它真的自己去做一些社區裏面的一些小商店 那跟著透過這個小商店的態度 就去令街坊在那個位置聚過來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 就是我相信這裡會有很多不同社區 或者不同關注這個問題的朋友都在 那可以分享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說的是 我有一時經常想 就是譬如好像故事本那樣 在一個社區裏面 那其實跟旁邊的店鋪的性質很不同 就是旁邊打鐵、車房、洗衣服 或者地產店鋪都好 人家每天真的可能在運作一些生意 他真的可能活生生的社區裏面 或者社會裏面生存 但是可能呢 故事本就可能不是的 是做展示的 那你是不是不用做生意的呢 那為什麼好像跟社區很抽離 那究竟這一種介入社區的方法 和Soul Balling那種介入社區的方法 它就是用一個小商店的形式去介入 會不會是另外一個思考來 那其實我們可以說一下 那還有看看街坊 我們街坊聽了 活化廳他們去運作的時候 一些經驗 看看有沒有一些事情想問問題 或者有些事情想分享 因為我覺得Roland做這個社區部 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有 打算去做一些社區部 但是很多時候說 會不會多久做一次呢 那誰負責做呢 那些資料從哪裡來呢 那我剛才聽到Roland說 可能不是的 那有就出了 沒有就不出了 那這些態度 我覺得是可以 大家一起去談一下 究竟是不是我們 可以嘗試一下這些運作呢 因為有沒有一些問題 可以想問問他們 想問可以嗎 就這樣看一會 如果有問題 其實呢 你們清不清楚ADC 在上一間 是上一間 搞那關的歷史 因為有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看到Roland的人在 其實可以由他開始說 如果你們聽到 可以分享一下 是不是有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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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兩句 其實我們第一代人 是移入這個上海街市場間做 這個intervention 就是我們主要的approcher 和李先生很不同 因為他們是做一些比較好 幾平民化的方法做 而我本身都是以前是 在柏國的人 區塊的空間的時候 你當作一個畫廊 所以我們第一個方法 就是把藝術的樣 的形式 美學的形式 帶到社區去做 變成這種形式 下去社區的時候 好處一些人 可能有一種藝術教育 在那裡 很漂亮的油畫 很漂亮的裝置 但也有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他們 未見過一些這樣的裝置 或者一些很抽象油 說什麼來的 口水 走行 說出口罵 然後走行也有 很多反應也有 我們第一個發表 是未必會這樣成功的 因為第一 我們資源是不同的 我們是沒有資源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們做的事 是嘗試把生活那件事 例如有些project 20次小時 把生活的空間 油麻的空間 帶入畫廊裡 我請行文藝術家 第一件 離法新社做表演藝術家 他們在上海街的畫廊裡 做一些24次表演 上課 做workshop 展覽 行為 在外面一些 scalpoting 掛一些東西 裝置 引起觀眾的參與 好奇 還有學一些東西 之後都在抹槍 生活的形式來抹槍 拆牙 洗臉 做一些很古怪 和生活有關 但是是藝術家做的 覺得是一個距離 對方有點不同 還有我不知道 後來有沒有一些 studio在旁邊 我們年代 是說十幾年前 那個年代有幾個studio 在那裡 就是一些工作室 跟我們有密切的關係 最強的有香港司 有些藝術家推廣 大家都幫到大家 另外一些artist studio 很出名 眼淚 人家可能不知道 都是那個時候 跟我們一起生活的 大家都 Anthony 那些都是 那幾個空間 有些展覽 跟我們一起互相互動 那樣 不好處就是 可能你發覺 你們是一個小圈子 你拿了十多萬 我拿了十二萬 做了一年 現在拿了十二萬 覺得你小圈子 搭了空間 覺得 一班人是壟斷的東西 不如交給其他團體做 可能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們覺得 一個小圈子 或者一個小的社群 可能在那裡 才可以延伸出去 第一年 我們只有一年時間 十二個月 十二個月 是短短時間 空降下去 就是熱區園 空降下去 跟人們不認識 我們最難的地方 就是 我們已經談好了 明愛 我忘記了 茶譜有些人做過 就是榕樹頭那些 有些機構 談好之後 但這些事就停止了我們資金 我們比活法庭更加殘留 即是沒有了 即是我們都停了 這是真的 在社區做不到 我們有些專案 都說了 去人家裏做展覽 但有些藝術品 去人家裏 去人家裏 社區裏做 即是我們有些專案 真是realize 所以我們的階段 我們有些專案 會見到很多人 而且在社區裏面 我們會豁出一班幫助 幫他們做事 做展覽 其實大家都不認識 即是有這個動力 但我覺得 會發聽這幾年 對社區藝術的概念 深化得很厲害 都被我們深化了 即是和社區團體 很不同的做的方法 不過沒辦法 大家都是一個 即是有些人覺得 煮滿是最好的形式 我始終不認為煮滿是適當 外媒藝法國人 都會創造更多的城市空間出來 即是說 例如說 你一個護法廳 佔據了這裏 那可能給莫昭如先生 你一個空間 可能在401號 再搞一個 那整條街線多東西搞 不是 轉來轉去 哪個團體好些 那個選美 沒甚麼意思 寫出來的 proposal 很漂亮 沒意思的 我不是說批評一些藝術家 寫出來的 proposal 很漂亮 做出來的一件事 即是很難比較 我覺得是兩個 阿莫和你們做的事 Anyway 我們真是學習 今天來聽聽聽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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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Andrew 林漢健先生 他講的一點 我覺得很好 就是 現在可能阿莫 可能會 他其實都會 叫做怎樣說 拿了申請成功 是活法廳這個位 Andrew 我覺得提議好 就是不同的點 就是一個區裏面 有不同的點 去將這個社群 或者社區 去融合一齊 其實現在好像 活法廳 蘇波榮 或者德昌里 都好 其實他們那個介入 或者方法 做法都很不同的 但其實某程度上來講 我自己看到 這三個位置 在油麻地區裏面 它是可以 造成一個網絡 就是社區 不是靠一個位置去做的 就是靠一個網絡去做的 所以我覺得 怎樣將一個社區 空間變成人民 空間的重要性 就是將那個網絡去加強 在一個區不同的位置 去大家 同一個理念去做 同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樣會有趣很多 有道理 我來買 我買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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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夠什麼 雖然不用給錢的工人 雖然是工 但是都浪費了很多地方 放這些垃圾 誰會 人家穿了出來 然後洗完 就放在那裡 我給人家 因為浪費時間 浪費垃圾 你做了一整整 做一些藝術的 做一些藝術的 例如 藝術的 很緊張 你講的會 你做完那些垃圾 浪費了 例如唱歌 唱歌 那些 又可以 又沒有 這些都是 張小姐唱歌 都可以 有些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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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做 有些藝術的 有些藝術的 整天都要擺盲 那些藝術的 給別人 給別人的東西 收錢 在旁邊 所有的 全部都在製造 收錢 我們 我們 擺盲 那些 擺盲 那些 有些藝術的 那些 去教的 那些 那些 所以我想問個問題 收平 收平就是 哦 我有問 哎 不是哦 不是的 我也很關心 那個 虛部 是不是 比較多些 街坊的參與呢 老實講 我們在 社區經濟裡 以前都會搞過一些 叫社區部 初初兩個月一次 我說脾氣不好 你出來做什麼 出了那份部 原來那些活動已經過了 反而我也喜歡你 但又不是出 又不是不出 一不是出完之後 那些活動已經過了 求證是不是彎割 不是彎割 我們自己的那一本 然後一個月 初初一個月出一次 兩個月出一次 狀況都是這樣的 一個月出一次 又是過期才派到手上 兩個月出一次也是過期 派到手上 還有我很欣賞你們那種 我真的試過發脾氣罵 你寫論文嗎 大哥 派給街坊看 沒有人會看你這些東西 太多文字了 我覺得你們那邊是不是很多街坊一起去參與 那些排版 我覺得真的很喜歡 我經常都說他們那些排版 不用那麼現代化 那麼電腦 人手化 人手化你看到人情味在那裡 是吧 這個我想我們值得去學習一下 真的是 我最關心是不是很多街坊都參與的 我先說一下活化部 活化部一開始就是 剛才說的 其實都是三四個人 活化廳的 然後後來就覺得 喂 不是喔 這份東西 你說活化部 應該有很多街坊要參與的 是不是應該開放投稿啊 那有一期就是直接招攬一些延事 喂 有誰要做編輯的 有誰要做投稿的 那基本上呢 到最後都是那幾個人做 嗯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但是呢 我後來會發覺 如果一個街坊參與呢 他其實參與他未必要 即是 同時間要跟他開編輯室機會 其實呢 他的參與就是可能他報料的 即是他就是一個記者 你便理解他是一個記者 或者是一些小道消息的參與式 但是如果是要再有一個 關於參與 即是怎樣再吸引多些人 即是剛才我說關於那個展報的工作方法 我們都沒有試過 但是我覺得這一類 即是要找到一個方法 你又不是要好 好 每個月都要出一份 接著又好講頭講命 那是應該要 反而是要有一些比較容易參與的一些 workshop 接著 你連呼到一班人 接著他就會自然會和你一起做 張小姐 張小姐 我想回應張小姐說的一些 其實你看到我們照片裡的 我們叫做的油麻地街坊 其實不是真的住油麻地 我們大部份都 我們大部份都是其他區的 但是因為有活化廳 或者有德昌里 或者有soboring 所以留在地區 還有發現到 地區有一些東西是很… 有一些譬如倫理關係的東西 是在我們那個年紀 我們那個年代 或者我自己成長的年代 我住公屋 是沒有了 現在我住公屋 大家都關門了 沒有那個倫理關係 但是如果我在一部發廳 我一踏出門口 那個就已經是一個網絡 就是會撞到街坊 會跟他們說個Hi 而那件事 為什麼想回應你呢 就是剛才你說了很多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可能不需要發起到 但是在我們認識的油麻地 或者在活化虛的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是看到 例如起油麻地 有些譬如南亞裔的朋友 有些… 他們其實… 我們放一些地攤 放一些二手物件 或者衣服出來 他們其實… 他們不介意的 他們是覺得 他們是需要這些東西的 那麼…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就是社區裡面有趣的地方 就是跟我住屋邨有什麼不同 就是社區裡面就是有很多 這些不同類型的人在那裡 那麼… 那樣也是令到… 譬如我們在油麻地裡面去做一些東西 是令到我們看到更加多的東西 或者有更加多不同的角度去看 那樣的一件事 在油麻地 在我們整個廣東區裡面的新界人員 就是… 那麼他們已經出生意 油麻地就去二三堂東 那樣的 那樣可以買這些… 那些廣東區裡面的東西 不單止來 還有… 還有… 左日遊啊 ABC那裡 那裡的幾條街 很多人都會換到那些… 百多年啊 甚至五十年啊 那些五十年代的那些… 就是… 深夜… 深夜… 很多這些帶 很多人都很熟悉的那裡 那我們這裏呢 也可以… 絕技來的 每一面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些人是辛苦的那些… 辛苦的了 下次可以再說 我今次再說藝術先 幾次有咪咪我 或者我們先說一下藝術 因為在很多年前 也是藝法局一群年輕人 到灣仔去做一些行為藝術 對街坊的教育 所以都找了我一起去跟這些藝術家去參與 那作為一個街坊 怎樣跟這些藝術家 還要行為藝術 怎樣去參與藝術家 跟那次的經驗 我們從來沒有合適過 連事前準備的功夫都沒有合適過 應該是2006年左右 是東東 做行為藝術家 我們下來後完全沒有參與藝術家 他用行為藝術 我就講灣仔的歷史 大家很自然地合適 之後也有好幾次跟一些藝術家在社區 譬如one man band 完全沒有合適過 很自發性地合適 我會體會到藝術家來到社區去參與 是否要將那些抽象畫 一些很多的東西 是藝術家才認識到的東西 去傳給街坊 給街坊的認識 其實我和其他人都分享過 藝術來到社區 不是要將藝術去參與社區 你知道是受它吧 反而我覺得 會在社區裏面 很多值得我們去欣賞的東西 我們用藝術的手法去表達出來 這是我們最想見到的形容 在過往幾年我們看到油麻地和灣仔 開始在做這些事 其實很多個區都可以做 大角咀可以做 深水埗可以做 西環都可以做 問題就是 是否每一次政府給的錢出來 你做得好 換班了換個別人來做 但我看政府在政策上 這些位置是最差的 他不是說你做得好 你可能是一個典範 或者被人參考 或者是和人去分享講座 去將這個技術 或者這個過程 去分享到其他區 反而不是 但你都做了那麼久 不要做 或者你可以自生自滅 我覺得在政策層面 我們如果有心參與藝術 參與社區 可能會在這裏想多一點 介紹壽平就是 灣仔街坊住了很多年了 已經參與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那年很厲害 2005年又有國際藝術家交流 好像很厲害 就交流到灣仔了嗎 那次 譬如好像這樣 剛才我們聽壽平說 就是講藝術進入社區的一些空間 但究竟我們去想的時候 那次2005、2006年 聽壽平說 就是第一次跟藝術家合作的 那麽我們去想回 其實可能很多年之前 究竟香港何時開始有這個概念 就是藝術入社區 不知道 頭頭是 怎麽樣會有這樣的東西 我自己認識就是Parasite 還有剛才Andrew 就是林鄉堅先生 第一代的會發聽過 就是同一個話 那時候叫做 上海街市的藝術空間 所以我們就看看 究竟以前 首先我們就看看 究竟多久之前 藝術是無端端說這個 在外國應該是 就是很久之前已經有了 究竟香港何時會開始這件事呢 藝術無端入社區呢 好了 由那時的藝術 究竟那時的藝術是什麽藝術呢 就是我們可能說十幾年前或幾年前的藝術入社區 那種藝術和現在我們正在用那種藝術的方法 或者媒體是有什麽不同呢 那我就 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我自己認知就是 就是inspire到自己的Parasite 或者是之前的上海街 那Angie 你知不知香港的地方 但是我反而覺得是因為政府用的關於機構 因為其實說很多東西 政府看來什麽呢 政府就是要去做一盤東西出來 可以向市民公開一起說 你們的工廠就沒有被別人那麽洗 其實呢 你們剛才說 說人家搞得好 所以繼續搞下去 其實是不對的 其實是ADC會覺得你的團體 可能加點數 行政方面處理得不好 他才會找其他人做的 其實正確是這樣說的 而你說 其實說藝術入社區那樣東西 其實 我想應該是輪到藝術教育那樣東西 因為其實自從ADC有關之後 其實很多藝術團體 也有些配套就是藝術教育 其實應該是從那時開始 如果不是其實 其他就是私人教授那樣東西 不如我補充一點點 那個關於上海街市里空間的Grant 是怎麽樣 這個空間和那個資助呢 和那些一年資助兩年資助 是有不同的 就是這個 這個資助呢 它是每兩年公開招標一次的 我不知道是否就是剛才Andrew說說 他又怕有些人他們自己玩了那個空間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機制 就是每兩年公開招標一次 其實從1999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是第15年這個空間 那其實就不斷在那裏轉換那些組織 我可以答應 這個是一半一半 因為其實是不同時間政府會批錢給ADC的 就是它不是每年拿批多少錢給你 而是它是每隔幾年 給一塊大的錢給ADC 為什麼我們經常叫ADC分豬肉呢 就是它又拿出一個大的錢回來 它怎樣分給不同體系 怎樣令到他們生存到呢 其實是這個東西 我想解釋清楚 其實這個Grant一直都有起 是一個跟其他separate的Grant來的 其實林奕基搞完之後 是停了的 還有ADC自己是有去管理這個空間 是自己招聘過 因為我那時跟Art Map進去做 那街坊很搞笑 你們停了幾年 我問誰還在米當那些呢 在問這些東西 其實你們說的那些日常商 其實不是你們製造 不是你們的時候 其實已經發生了 譬如會有警察的親民 即那些什麼警察那些 警民關係 會有個女士走來跟我說 如果那些老人家進來跟你朋友了 如果他們被人打劫那些 你幫他們報警 或者被白粉那些人騷擾 你記得幫他們報警 就是會有這樣的人來 因為他們是無法接觸這些人 他們不會在我們那裡坐的 所以他們是會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那些街坊的關係 你誰坐到那裡都會發生的 不過問題就是說 我們去做的時候 我們的團體 或者ADVC的方向 是想你們怎樣呢 或者好像Andrew說 他們的方向是想 帶一些那裡的人 來看過藝術下去 他們的approach就會跟你們是不同的 不同的 其實只不過是這樣 我可能跟街坊聊多兩句 已經有人在我背後說 Kendy 不要浪費時間 你快做好你的事情 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很不同團體的作風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說基本上 不同街坊都會有那些日常 其實是很認同的 但是呢 就是 但是你不同 就是你 譬如說我跟某些街坊是會熟一點 可能我跟他有某些事好 可能喜歡收藏 然後又會找一些舊書 找一下教點等等 但是他跟另一個職員 或者我們的成員 又會說另一件事 雖然他來到 都可以有些對話 但是其實都會有不同的內容 但是你是有個自由 去建立這些關係 比較深刻 或者你是可以因為這些關係 去做底的project 但是我們不是的 我們是定了一年 一年就二十個 那你就要設定好似一個 Gallery的運作去做 你不可以有這些 特別事件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有很多 就是以往四年都有很多 其實寫了在proposal裡面 都盡量去 fulfill 但是呢 當有些街坊提議 或者是有一些覺得是 時節上要應一下節 可能又會加多了一些ad hoc 如果你再說回舊些的劇團 譬如《張念》 其實他們以前是自費 是沒有政府資助 其實他們自己都搞很多事情 搞很多電影放映會 很多討論 或者自己拿錢出來做performance 都會搞很多這些事情 是那堆人自己想搞什麼 其實是 是那堆人自己想搞什麼 是一個會 那堆人自己想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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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時社區藝術的想法 跟現在的社區藝術是不同的 那時候好像 剛才這樣講 首先重要性是 被街坊接觸到什麼是藝術 但到我們下區都不是 街坊已經認識了 我們試過帶去觸環 什麼概念藝術 什麼行為藝術 這些都會說出來的 他們執護你 很多主流媒體會有多說的就是他們一定認識 但對應現在的社區狀況 認識藝術這件事可能就誤禁了 大街坊認識藝術又帶來另一個問題 就像潘唐一樣 現在蘋果前兩天就說 潘唐就要變成太古城了 太古城大家知道很多藝術的東西 應該是全香港第一個地產項目有藝術 但又說你這樣做又是一個危險性 但其次就是好像剛才他說 為什麼走過都有人唱歌又叫舞 有些人又擺小板 現在越來越少 所以社區藝術的角色 開始慢慢要回應這個狀況 但這個空間的政策就緊不到那個狀況 舉個例子 例如英 他來的活化廳幫我們做一個項目 其實就好像一般藝術團體做項目 就是可能請藝術家來做月事 幾個月之後 幾個月之後 可能去了 回到藍屋 但那時候阿謙幫我們 例如走到鵝欖 舉重比賽 很辛苦才打到鵝欖 我們一直都害怕的 因為不知不知會被人打 阿謙說 阿謙說 好吧 阿謙說 他怕我打他 阿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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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這麼威猛 我們就打進去的時候 但是問題就是 這些東西怎麼累積呢 一方面其實這些東西要 鎮振社區的發展 有些藝術發展 都是要慢慢累積去做 才能建立到 如果不是 對 轉頭又換地間了 下次交交一下 可能下一間更實驗一點 整間變了 炒餐廳 但是又兩個 兩年之後又換了它 這些東西不好 但是你們從 我知道你們很有錢 很迷茫 不是很有錢 我們這裏沒有錢 我們靠你介紹 說什麼另一件事 張小姐 不是說那樣 先說完 但是 根據你們的ABC接觸 你覺得 你們其實接觸到那些 有藝術修養的 那些叫做什麼 比分你們那些有 多些 還是行政的人多些 你們覺得做行政的都是什麼有 其實因為審批這個空間 就是六個 有決定的 六個 有些就下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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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私家見過你 就是每一個 八百很有成就的 中國畫家 好像是國畫那樣 我聽的 那 他兩年前 評審的時候 就問一下 在這個空間做那個畫展 你出去 就給一些 流氏聊 你們這些 跟我有什麼關係 那我回答了 他們那時候 那誰知 這次評審他又問 一條問題 還有這麼多年來 他都沒有下去 但是就是 那六個人去決定 平時都有一些人 是發覺給一些 找一些藝術家來 評分 一直都很平 但是 關鍵是那六個人決定 但是 不是關鍵那六個人 而是一路看你的project 其實他不只是看你 可能有些什麼 藝術 藝術 藝術的行業 或者 幫到個區多少 或者 批評到多少藝術 不是這樣 而是叫你交數 大哥 你知不知道那些小組的人 其實從哪裡來 根本都不懂藝術的 根本只不過是一個行政人 他怎麼評論你這些 是否只看你的信 其實行政我很有信心 我們行政應該 大圈的 Hat Spay 他們應該是不錯的 你看過我們的report 就知道 因為我以前在牛棚做 我的report 因為打工 四頁都很多 但是我們做二十多頁 但是不是多或少的問題 而是你 譬如說突然間有些 ad hoc的活動 其實他已經很方丈了 你的錢怎麼搞呢 我怎麼解釋呢 你寫完一個 你要 如果你有這麼ad hoc的活動 你就要寫一個方法 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會遇到的 是的 你們都說 阿楓可能他的對口單位 是ADC 但我在這裡的對口單位 就是姓阿閣 他們都會很害怕 我突然間做一些活動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跟社區 如果有個街坊 突然想來 好像朱小姐這樣 說兩句唱起歌上來 很開心 不如我們下午唱歌 但這個喜悅 就是在社區 或者人和人之間 我覺得是最重要 在社區裏面的事情 但這些事情 如果我是跟一個團體 我要報數了 究竟有多少參與人士呢 如果他是一個open group 就是一個開放小組 就不用告名 那closed group 我又要記下張小姐的名 那變成 這麼多這些行政的事情 我很可能會影響到 本身 我和張小姐 今個下午很開心唱歌 這個情景 這麼不開心 張小姐不會笑 最後 但是我在考慮這些問題 我自己都遇到這些問題 究竟我是先報數 還是真的這麼ad hoc的事情 除了報數問題 但是你報了一條數給他 他自己又要開會 嗯 然後跟那些大哥說 那些大哥又會考慮 那些大哥又會考慮 有沒有風險呢 這件事對我來說 我都是交數而已 就是很多這樣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所以就是 譬如好像 我們找到 我們可能前線在社區裏做事的 是家也好 或者社工也好 或者什麼人都好 我們見到那個情況就是 肯定是 有時即興的事情 或者有些 例如可能在街上擺東西 公共空間去做 那這些當然是開心一點的事情 但是 即見到的情況是這樣 那究竟我們接下來 譬如 除了活動廳 南屋 或者其他接下來之後 我預計到 可能還會有這些空間出現 或者可能都是政府之中 其實我們會不會有機會 是可以展示到 或者一個渠道 跟政府去告訴他 我不知道他不會在最後聽 至少我們有說 究竟這類型的空間 我們需要運作的態度是怎樣的 那你的行政怎樣可以配合到我 其實就是 譬如今次這個討論 我最想可以大家一起去討論 就是這些類型 透過譬如我們日常的運作之下 帶出些甚麼結果 在這些社區空間裏面 究竟 其實我不是特意要 對政府的事 但是 如果我們想到一些方法 這些社區空間應該是怎樣運作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正面的回應 他們 政府或者其他機構都可以去 想回究竟 如果真的想做一個這樣的社區空間 我們行政方面怎樣配合 或者空間方面怎樣配合 就算你說 那個時期方面是怎樣配合 是不是真的好像現在兩年審批一次呢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都可以去調整的 我覺得 所以是不特意的 其實對應那些突發事項 活法廳第一年就已經有一個解決 就是不是交了報告之後才發生 而是一早已經計劃了 就是有一個項目 就叫做永不落空 總之 有甚麼突發的事件發生 就可以用那個項目 而那個項目 就是ABC都可以的 都 approve了 明白原來在這個社區裡面 是會有這些ad hoc的事情發生的 這樣 那這個都算是 就是其中一個活法廳的一個解決 其實是的 我覺得這些例子是OK的 就是起碼去想整個運作 可能可能是parasite或者上一階 四零四十幾年前 開始去modify一些 其實可能我叫做一些 可能bocavory 就是這些的詞語 在社區運作的時候的system 應該是怎樣的 阿楓你是不是 是 我其實就是 剛剛說的那個制度的問題 我們本來不叫活化 聽除了活化社區之外 就是嘗試活化 毅法國 那樣的 最初它規限就是 你要做七個項目 每個萬五元 然後扣起 然後減回人工 就肚炭一個八千 你知道我們的人工 但是我們就打散他 就說社區運作不可以這樣做 經過一輪辯駁之後 他就准許我們學校有一部分有白星 但是越後就越散 但是跟他們的邏輯和毅法國 其實不是這樣的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 他們都是行政機器 所以他們要交代 那你確定到他們 那些錢其實是 用回去 去推動藝術和社區 那樣的東西 即不是自己掩蓋了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他最後我們會交 那個所謂的核心報告 你只看這些東西 所以之後的彈性很大 如果政府 你多花一元 可能都聽不懂 那偽法國可以這樣 不過問題也是 其實就是 你難得就是打鬆了他 這件事 即是說 能夠承認到他 社區藝術應該很有彈性 應該可以多些其他 發生的事情 但是呢 他其實 轉頭又不給你一萬 那你於是 好像現在下手 可能他們又聽不懂 趁他展覽 那樣 即是關鍵 其實他裏面有彈性 但是呢 就不給你 就是 做得長 不給你持續 那樣 他要交數字 那我最怕呢 就要交多少數字 多少人受惠 多少什麼 多少什麼 搞過多少次活動 交很多的數字 但是有沒有一樣 在藝術裏面 你除了交一個數字之外 要交一個成效呢 那我們的經驗就是 做過很多的研究報告 問了很多的街坊 訪問他們 在這個計劃裏面 你生活有什麼改善呢 或者你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有什麼改善呢 那如果藝術的 你可以說 你認識藝術多少 或者 透過這個地方裏面 可以學到多少藝術的東西 反而我們不是說數字 我只是叫你 你一個月搞多少次活動 多少個數字 沒有用的 可能這些次數全部 街坊都不受益 或者得不到什麼 或者改善不到的 那會不會真的 或者要邀請他們 去看 不只是叫我 交個數字給你 還有我們做一些成效報告 真的訪問了 有數字的 有個基數的 那些調查基數 多少人裡面訪問多少 什麼年齡的人 多少 他們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轉變 對社區有什麼 改變的看法 這些我覺得 反而這些數字 會最重要 我們交的數字 就是 街坊透過這個計劃 令到他們心靈 真是很開心 改變很多 自信心又多了 這個說 我們拿了多少分 我想 不是一些很官僚性的交數字 壽平剛才說的 我去年去觀塘做過一些活動 我自己很深刻的體會就是 我究竟在一個社區裡 譬如一個故事館 一個活法廳 我聚一些街坊 那我聚來做什麼 其實 我聚一些街坊 我不記得聚來做什麼 我擺過電視機都聚了一群人 那我聚一些人來做什麼 譬如 可能很多時候 現在雜誌或者主流媒體都會說 那個人和人之間的感情 或者那個情緣 但其實你聚了那些人 都是沒有用的 即可能 譬如 我自己頭頭去想 可能我做社區的凝聚 是大家 街坊認識了 那早上班 晚上下班 打個招呼 會開心些 但後來我去到觀塘的時候 我發現 其實不是這樣 最主要 我覺得 其實聚的時候 很表面那層 就是可能平時打招呼 你會覺得 在城市裏面沒有陌生 或者自己沒有那麼孤獨 但是這一層 是很表面那一層 因為你上班 你會可能見到 清潔過姐姐 你都會跟她打招呼 你都會覺得 有些人我是認識的 但是我去到觀塘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是 原來聚了那幫人 當你的社區面對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一起去解決 如果那幫人聚的時候 是真的很 很堅 很硬正 因為在觀塘那裡 那個結構就是 譬如現在灣仔 可能有聖雅閣 又有故事館 我們有一些 譬如活動去聚一些人 但是在觀塘那裡 是很自發的 那個小販 可能是之前 四、三、四十年 在那個區裡去擺檔 去買 他們這樣去認識 沒有任何團體在那裡 所以變成現在觀塘 他們真的去 事件局去拆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很自發地去 很齊心連結在一起去 去對抗這個事件局 或者去講回自己的訴求 所以在經過那次的活動之後 我就體會到 我聚了一幫人之後 其實可能 我平時生活 大家嘻嘻哈哈 這樣沒事 很開心 但是最重要的是 聚了那幫人 他會最後自己 會去解決問題 比如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你看到外面這條街 你會走進來 你看到有酒吧 有吉舖 有可能比較高級的café 那其實街坊 面對這些問題 很多時候 他們不會第一時間 sense到 有些什麼問題 可能他們第一時間 sense到 為酒吧吵 報警投訴酒吧 但可能他們未想到 社區經濟會 因為這些店舖 慢慢地改變 所以我就覺得 原來我聚了一幫人 如果最ideal的狀態 他們會自己去發聲 而不是透過一些 我 例如我這個空間 或者 這個空間可能是 其中一個自分者 但是不是主要是 我們去發起 是他們自發的時候 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那件事 是最真實的事情 我突然間想起 很壞的事情 因為經常都笑 那些區議員啊 區議會啊 搞整件啊 去旅行啊 其實是應該做的 因為始終都是聚了對人 其實那些街坊 若是在一起的 譬如那些有弄有亂啊 那些路人家 他們會去那裡玩的 其實是真的需要這些 而去迎碎這些人啊 因為譬如我小時候 家裡都有些街坊福利會 那些的 其實每年都會搞 搞去郊外的BBQ那些 其實是可以相對地認識 原來我住我等樓 家裡有些什麼人在 媽媽就會早上 就跟師奶吹水了 接著就拿到很多年了 其實不是需要的 但是其實現在是少了很多 因為我住九層 我住大樓 其實都有搞的 因為我那邊 建了很多舊樓 建了新樓 然後我住的那條村 是大樓小的 其實雜誌都小的 因為我們的村 不是政府樓來的 是那些什麼 太平紳士搞的 那都在講賠償 其實我們都有走著去聽這些 都是這樣 可能我們灣仔那個區議員 比較壞 搞完蛇齋餅宴 接著就說 這裡的酒吧 又幫不了我們 是啊 可能我們灣仔那個 特別壞 搞完蛇齋餅宴 那些都是這樣的 我們的街坊每晚被人做到12點 他們說 我都沒有辦法 那樣 不知道選他做什麼呢 是的 你寫了餅宴 總要聽他的演員出來 但是現在因為 有政治 有條路 你不能走的 如果你和觀彤那裏 你要玩男朋友 那扮明人 那你和他熟路 好就好多了 是 我現在好像有人 有些事去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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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人還有沒有問題 就是今天我們 有沒有朋友的意見想說 或者 關於這些 人仔叔叔 收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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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分享一下 其實我這次是第二次 聽活法聽的介紹 我之前有一個社區 導賞的時候 聽過 和那些活動 給我最大的印象就是 想像 在社區裏面去搞活動 很需要想像 而將這個想像 帶到社區 是對整個所有 講社區藝術的 體法 我覺得 剛才說這幾個機構 做的這些事情 這幾年是對整個 藝術文化的生態 帶來一些人的一個新的想像方向 我覺得這是一道歷史上 一直很重要的事情 以前不是這樣的想像 現在是這樣的想像 因為剛才講的有一堆問題 在這裏講沒有意思的事情 我覺得 就是 那個局是怎樣 什麼人是怎樣 我們 第一我們講他聽不到 我們自己在那裏講 他做什麼 是你不就 遞個報告書 或者上去開會 跟他講 那樣東西 沒有可以發生的 而我們可以發生的 是 我更加關心的 是 有幾個 我最近一直去想 這方面的問題的時候 搜集回來 可能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繼續怎樣去想 這個出路 第一個就是對我自己來講 是有個記者跟我做電話訪問的時候 提到 我現在大堆 我最初就好像剛才那樣 很多露燒 那樣 那樣的時候 搞四分之事很難搞 那樣 後來他一句說話 當頭彭學我就不再暗沉 他說 你說得那麼難 你有沒有想過 你每個定時定後 在一個地方自己在講故事呢 那樣 我是 他不管政策 他怎樣怎樣 那些事情 關我做這件事 什麼事呢 我真的 我可以的 為什麼不可以呢 那是 有些什麼 我們可以做的呢 那另外一個啟發呢 就是 幾年前我聽台灣一個朋友 吉米他的分享 我覺得很有啟發性 他在台北藝術節裏面 搞了一個台北藝術節 那件事很有啟發性 他整件事做了幾件事 和在社區搞藝術裏面 我們很值得去思考 就是 生活和藝術的關係 藝術工作者和社區參與者的關係 怎樣做到那個聯繫和開發的想像呢 他做了大量這些工作 而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看到大家都有做的 就是 不是蛇仔宴 是社區飯堂 即是他去到台北藝術節的時候 每一晚 他的節的期間 就在那裡聚邁 就去和街坊觀眾 藝術工作者就在那裡吃東西 聊天 這個過程的人和人之間的交流 互相想像的影響 藝術工作者更加知道 社區是什麼 社區更加知道藝術是什麼 實在的連繫 大家都有做這部分 可以更加發展 就是 之前在附近搞紅酒節 在紅酒節裡面看到街坊 跟他聊天的故事精彩得不得了 其實那一件事就是社區和藝術 生活和藝術之間的連結的關係 以及我發展 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和社區的關係 亦是給了一個意識 你在在地這個社區裡 你和他們的關係如何 無編端的一群人不知道做什麼 這東西是什麼 他們是和當地 比如和這間店 可能那次進去過瀾 去到真是認識他 而不是借你的地方 或者告訴你我在這裏做些事 而是認識他 他又知道你在做什麽 然後就在那裏發生一些事 那他就不同 他對藝術的看法完全 因為很實在 人和人之間的接觸 這些事經歷過 他內化了是他的事 那件事很有意思 小孩子補習 但是可能我們更加要思考的是 在生活 在社區和藝術之間的關係 是怎麽樣 我們是否區議員 是和社區有關的 我們就去做 我只是一個藝術工作者 藝術工作者在社區裏面 是一個什麽角色 我們做什麽不做什麽 我覺得很有意思 怎樣請問你 是人仔 是人仔叔叔 我覺得很有意思 是呀 我們都要 明天我們去活法廳講故事 哪裏有時間去 一起講故事 是想拿來活法廳 我講一講本地疆 是 本地疆 是 是不是認識的 是 見過面 見過面 不是很認識 是Germinity Development 是人仔細 但以前 90年代的社工 有一堆 當時 有一堆 是去到區 跟居民打好關係 總之 好像會被發聽 他們都會這樣 給予 為什麽 現在香港 哪個人 去社區營造這件事 只要下樓樓看到的圖片就只有蛇齋餅種 因為其實社區營造這件事 主要是去了區議會手上 掌握到無論資源和權就行 而蛇齋餅種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目的不是做社區營造 中間是整班人去旅行 但是他們的目的主要是選票 而哪些人去做社區營造呢 像梁振英去年搞家事香港 這一塊是哪些人在做呢 其實香港是很缺乏的 你住油麻地又不覺得是住油麻地 住其他區 沒什麼所謂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些人有所謂的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參與 有沒有去到的 是啊有些是 哪個子都一樣 其實很多個答案 總之留下什麼 好像越來越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看不到的 哪個都一樣 有些跟街坊可能是覺得有個聯繫的 有談有講的 可以一起去做些事情的 新年可以派威春的 沒有巨盜的 於是有這個情況 其實我覺得陪花廳 但是其實呢 我就是在想 其實你們應不應該去做些事情 令到社會福利處的關注這些問題 就是可能你要去打聽一下社會福利處 其實每年都有的 你可能做一些平等機會 你可以申請一個grind去做這類的事情 就是令到他知道原來社區是需要這些事情 就是對於ADC而已 為什麼會有遊街呢 遊街現在的東西呢 其實因為遊牌而已 以前遊街而已 其實我為什麼會跟你說 你們一定要繼續去申請關 因為有時候他丟了你的東西 不給你錢 但他會偷了你的條條 這麼衰 你不給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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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 當然是你們讀書人 你們聰明過他做工藝人 是不是 你們聰明 你讀書人 是不是 他幾萬塊錢 怎麼做 人家考慮都不是這樣 就是沒有這樣 就是沒有這樣 好 大家還有沒有一些問題 有沒有意見 想 我們今晚都差不多了 如果是這樣 那就 多謝Roland 阿楓阿Venji 過來參加 我再次這樣